你一直是不可能清零 但是它又強行要清零 實際上是要持續地禁止 即使你是今次可能這裏 下一次是另一裏 但是整個國家計都一路斷斷 續續不停地禁止的時候 你去到一停一耐 那些企業可能一整理了就開不回來 就是等於香港那樣 你見到有一些個別的企業 甚至整個行業都好 它一停一耐的時候 那些人會轉行 接著老闆都可能走人 或者是外資走 如果不是的話 就長期來說 你整個班底或者生產鏈已經散了 生產鏈已經是掉了的時候 我看就算你說給它生產 給它提供的服務 它重新要開回 那個困難度都會很高 所以那個關鍵就是會不會持續兩三個月以上的一種禁止 它現在是說不了的 其實香港的最大問題也是這件事 你不要說給了一個很確定的一個路線圖 就是說究竟疫情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再禁止 還有禁止的情況是禁止多久 去到什麼時候會放回 它一旦不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作為投資者 或者是生產的 其實沒有數計 因為沒有數計的時候 就很難去做事 變成了就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必要的倒閉會出現